委員會擴權副議案 行政院長卓永泰 立院被尋第一天 來迎總召傅昆琦打頭證 火力全開 證人到法院可以取律師嗎 而且來這裡立法院聽證的民眾 都是有涉及跟政府相關有勾結 為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力 一點水都不能放 對於傅昆琦把立院作證的民眾 扣上勾結政府大帽子 卓永泰當場反擊 雙方更針對藐視國會罪定義 再度開火 委員花蓮縣議會的質詢也很精彩 卓永泰如果你用這種態度 在立法院 你不但不是大師兄 不但沒有調和鼎賴 就是描述國會了嗎 貝三過去在花蓮縣議會表現 復婚期當場爆氣 速度拍桌 直到黃國昌上場 則是為了被插話大動肝火 我在講話你一定要插嘴嗎 你不可以請院長主持一下秩序 請委員跟官員彼此互相尊重 儘管韓國瑜出面緩夾 而提到對於人事同意權 沒時間上線 備受質疑 黃國昌又飽怒 這樣的審查有沒有符合民主程序 剛剛委員拿德國美國的 對不起我現在用台灣的例子問你 你又不回答了 儘管藍白炮火猛攻 但卓泰也非省油的燈 你有信心副議案能夠通過嗎 我很珍惜委員這一票 委員支持我更有信心 現在的情勢來看 副議案很難通過對不對 繼續努力 巧妙回應讓王侯文一度弄了一下 而面對連番炮轟 卓泰始終保持笑容 也被欄尾作混争 你看這個樣子 從容笑容到底消滅 啪一個幫忙打過來 非常不友善 難道憲法的設計有問題嗎 我沒有叫你回答 先不要回答 當柯靖民的小弟 如果你明知道不會過 硬要傳 你沒辦法出去 所以 我有責任提出 21號副議案表決在即 藍白炮族權力猛攻中泰 根據最新民調 國會執權行司法修法爭議 多達47.4的民眾支持 政院提出副議案 或許有民意相挺 也成為主動態被巡食最大底氣 三立訓練郭斯文 馬日晚宣小組 台北報導